澳門是全球最大的島城 都是得益於內地來的旅客湧入 內地人要合法去小島都只能去澳門 不過國家主席乘近平在上個星期宣布 支持海南改革開放 研究在當地發展賽馬和體育彩票等等 令到市場再傳出海南開島的消息 不過澳門博彩業界就認為 現在海南研究發展的彩票 與澳門賭場性質不同 預計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不大 並非可以賭場我不擔心 在內地目前來說 在司法制造裏 特別管理博彩方面 賭博是一個違法行為 如果你說 澳門外貿易賭去賭場 淡基礎賭場 那我們還是先收到法律 分析認為海南開島的機會未 對澳門賭業股的影響近乎是零 認為豪賭股的基本因素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又說澳門賭收近年回復增長 相信豪島股會趨向強勢 澳門將會仍然是一個活躍的市場